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7号星期六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上海小学不考英语意味着什么 本来今天是我们的会员直播,因为今天的这个题目呢 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网友会提出来,能不能把这个我们的会员直播open给大家,所以 我想我们还是今天,我在没有征求会员的意见之前,我就 决定把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接就open,所以 请会员网友支持,谢谢啊 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因为 这个题目呢,本来我们会员直播是问答环节,那么今天 这个题目其实我们今天上午是想讲 但是我们今天上午讲的是另外一个题目 所以我不可能讲两个题目,所以这个题目还是想晚上在会员直播讲 我今天呢就没有像平时准备这个新闻专题这样来讲,我只想用一个 相对 相对宽松一点的方式来 漫谈式的来说,说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 有点沉重,也有点沉重 所以我想我先开始讲几个 相关的议题吧,先说一个 VIP Kit 就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网络英语教学公司 这宣布,昨天宣布全面停止 外教教教学 那么从8月7号开始,不再售卖境外外教的 新课包,另外一个是从8月9号起 不再对老用户开放 这个境外外教教学的续费 就是 把所有的外教全停掉,这就是 其实VIP Kit 它的最大的卖点就是外教教学 他现在把外教教学给停掉 这是一个 我说一个 我说一个 怎么说呢,说一个 前些年发生的事情 我原来在北京那些朋友聊天,电话聊天,其实我离开北京 就很多年了 那我北京还有些朋友 前两年聊的时候 他们跟我说两个事,说了一些关于习近平的 传言 他在一些讲话中的传言 他说过几件事情,一件事情就关于自媒体 他是当年是这么说,他说 只要你能公开讲话就算媒体 不管你是机构还是个人 只要你公开能讲话就是媒体 那媒体都要管起来 不能乱讲话 这是第1个 第2个就是 中国不需要那么多人学英语 那当时 这前两年 前两年跟我 就跟朋友聊起来 你会发现这个当年这个习近平讲的这些话 都在 都在一步一步的实现当中 就包括像自媒体,自媒体全管起来了 只要你不能公开讲话的人都管起来 然后现在讲的一句叫什么,中国不需要那么多人学英语 这件事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是有关系的 中国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这个 发的这个双减政策下达 下达之后呢 今天的新闻是什么,今天的新闻就是8月3号 上海教委印发 上海市中小学2021年 2021学年度 课程计划 及其说明 他发了一个通知出来 这个通知呢明确几点 明确几点,第1个 减负,减负就是禁止任何形式的 学科同考 没有学科同考了 就是 包括学区的同考 包括这个区的同考没有 取消,所有的禁止任何形式 学科同考 第2个 小学生期末考试以后不再考英语 另外还有就是关于体育锻炼和午休,有些具体的规定 那么 那这里面呢就是 要求什么呢?这个说明里面要求小学阶段不进行其中考 期末考试 只考两样,一个是语文,一个是数学 只考两样 那么 禁止学校组织中小学参加任何形式 任何范围的联考 或者是月考 然后这个计划呢规定 小学阶段一到三年级 禁止全学区 全区范围的任何形式的 学科统考 学科统测 教学质量的监测 这是一到三年级 4到8年级 4到8年级不得进行全区范围的 学科统考统测 这是一个 然后呢就小学阶段 不进行其中考或者是考察 然后学业 这个一年级不得进行书面考察 三到五年级 三到五年级期末考只考两样 语文跟数学 其他学科进行考察 考察呢严格执行这个 就是 优秀 良好 合格 虚努力四个等级 替代的分数 就是这个 评价他的学业成绩和综合表现 这小学 初中阶段 从语文数学外语三科之位其他科目取消其中考试 那么鼓励 道德 道德与法治 历史地理开卷考试或者是 开闭卷结合 然后物理 化学 生命科学就是生物 这个加强动手实验能力的考察 然后 信息技术 劳动技术 体育健身 艺术 音乐 美术学科只进行操作 应用和实践性的考察 那么除了考试的限制以外 校内的每周课时也做出了 具体的规定 然后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每周课时总课时是 33节 每周课时是34节 每节课时是35分钟 然后初中 初中各个年级每周总课时是34节 每节课时40分钟 然后其中 小学阶段 每年 全面实施 快乐活动日 每学年 每学年课时总量120个课时 然后初中开始探讨 探讨 试点 然后各个中小学保证学生每天 校园体育活动 一个小时 每周安排体育和健身课程三个小时 三课时 体育活动两次每天安排广播体操至少一次 眼保健操两次 中小学每天统一安排30分钟的大课 大课间体育活动不得己站 不得擅自使用魏京上海市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 审查通过的境外教材 校外培训机构不得提供境外教学课程 也不得聘请外籍人士教学 然后就是英语 英语学科在本轮教改中尤其受到关注 那么涉及到这个掐尖问题 涉及到教材问题后续将会有更多的规范措施出台 然后今年3月 这个教育部 宣布和这个 剑桥通用英语5G考试 MSE结榜 不再承办这个考试了 那么还有很多这个5月份出台了一个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9月1号开始 民令禁止 民校办民校就是有名的学校 和民间办学不许 禁止 然后这个公参民就是公校 参与民办教学也不行 全部要退场 然后3月16号上海市教委发布 上海市高中阶段学生招生录取改革实施办法 大规模的压缩这个重点中学自主招生比例 超过半数的名额打破这个 曲线边界 全市统筹进行 综合评分录取 然后就是 还有一个 这个也很重要就是 1月14号上海市教委 发布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市中小学 教师人事管理制度 建设的指导意见 将这个加大 特级校长 特级教师 正高级教师流动的力度 以不低于20%左右的人员流动 到这个乡村学校或者是公办学校 初中 然后就制教三年 这就是大体上就是这样 这个新闻呢其实 其实 我相信对很多家长来说 会非常的忧虑,因为你一看这个改革 改革,首先不说别的,先说英语 英语,你看这件事情就是什么意思 这件事情就是 不需要那么多人学英语 这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走 上海是中国唯一的大都会 那么虽然很多人,很多城市都自己宣称 他是大都会,但我还是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大都会 就是上海 那么你想一下 上海都,这个小学都不用考英语了,那其他城市 就更不用讲 所以 这是第1个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上海 让他给大家做示范,所谓的上海的教改其实是一个 示范给大家看 这是第1,第2 我们把这方案 拿出来看 这个方案当然是领导,满足领导需要的一个方案 他和教育 他和教育规律没有关系 就是领导说要减负 那就拿出一个减负的方案 给领导看 领导满意,改到领导满意为止 所以他跟教育规律没有关系,当然他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改革 教育的内容取决,教育取决于什么 教育取决于几样东西,第1个取决于内容 你教什么很重要 取决于内容 第2 取决于方法 教育是个科学 在哪个阶段 一个孩子在哪个阶段 他的发展水平 怎么样 适合学什么 在哪个阶段应该 强化什么样的 这个发展 教育最终要解决什么问题 教育最终要解决发展的问题 这是第2个方法 第3个 教育还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态度 老师 学校 教育界对孩子的态度 爱不爱他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 老师要爱孩子 学校要爱孩子 校长要爱孩子 这教育才有价值,才有意义 如果没有爱在里头,教育如果没有爱在里头 这是个虚伪的教育 当然对中国来说,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教育要体现 公平和公义 对 对不起 中国的教育 非常的不公平 制度性的社会不公 中国的社会不公 教育不公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因为教育 他反映了 一个人的发展的机会 如果你剥夺了他发展的机会 他未来就没有前途 这是第2点 第3点 如果你不解决终端的竞争压力 你去前端减负,所谓的减负 学习是什么 学习是负担吗?某种程度上说是 但是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核心的问题还是发展 你最终的竞争靠的是什么 靠着你发展水平 所以你不解决终端的竞争问题 你在前端去减负那是假衰 那是虚伪 或者是 那是伪善,那是一种伪善 因为如果终端竞争非常的激烈 那前端一定是竞争激烈 他一定会传导 传导到前端去 你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 去把这个传导中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教改 用这个减负的方式 来 来反映对教育的态度,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就是完全 完全没有社会学的常识 这是第3,第4 这个教育教改的方案 既不考虑家长 家长的需要 也不考虑市场的需要 那你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要么社会付出代价 要么孩子付出代价 要么家长付出代价 所以 一定会有一个 一定 一定会有付出代价的 这个承担者 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孩子和家长付出代价 然后第4个英语 就关于英语这个问题,英语是什么 英语是 是桥梁 沟通的桥梁 学英语是为什么 学英语就是要和世界连接你才学英语 如果你不是为了和世界连接你没必要学英语 那么 小学学英语 是什么 我今天在我们上午的这个 clubhouse的直播当中有网友提到这个问题 我当时的说法是这样 小学生学英语有没有效果 有不同的意见 有些人觉得效果不好 有些人觉得有一定的效果 我认为是这么看 就说 小学生学英语效果怎么样,我没有发言权,要找这个教育界的 朋友来评价 但是 小学生学英语反映的是什么,反映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态度 也就是说学英语是什么 掌握英语是什么 掌握英语是中国人的另外一条出路 就是不行,我想办法出国 我在这就没混好 我出国 出国可以成为另外一个改善生活的一个方式 在这里呢我就想 讲一段话,这段话是马云说的,大家听一下 他这么说,他说 像我这样的人 如果不是英语 我所受到的教育都是学校告诉我什么是对的 爸爸妈妈对你说什么是对的 有了英语之后 我觉得他们讲的不一定是对的 所以英语对他是什么 是一扇穿苦 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脑袋和思考这些问题 我记得1985年 我第一次利用暑假去澳大利亚 去澳大利亚之前我认为 中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 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 是要我们,我们要解放全人类 结果到了澳大利亚发现 人家需要 先解放我们 所以大家可以看马云这段话什么意思,马云是个英语老师 他英语也不错 当然 你通过这段话你也知道,马云绝对不是个普通人 他1985年就能够利用暑假去澳大利亚,有些人说 靠什么,靠这个靠那个,反正靠什么都 都不能解释,我认为他不是一般的人 所以 英语是什么 英语是我们 和世界连接的桥梁 我们可以翻过来讲 英语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 甚至我们 了解一些真相 甚至是我们 发掘 发现一些谎言,揭穿一些谎言的一些工具 所以 为什么他们 不想让大家 那么多人学英语 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 我们所谓的这个防火墙 很多英语网站是不防 不封的 大家可以随便看 因为中国人英语好得不多 这是为什么他这么做的原因 所以其实英语 即使一扇窗也是一个桥 也是一个途径,也是个工具 那么 不用那么多人学英语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门可能就关起来 那个门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就关上 大家知道很多学习 都是强制性才有效 很多时候是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不想学 但是如果强制你学了也就学了 最后你掌握了 可能就改变你的命运 英语也是这样 所以 这次 上海 让小学生 这个不考英语 小学生不考英语意味着什么 你不考那就 不愿意学了呗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改变 这个改变我相信 对 对中国的孩子来说 他们的未来 会呈现一个不同的形态 影响非常深远 当然 我还是那句话 他们在上海先做这个安排 所谓的教改 也是一个试探 这有点像什么 这有点像让这个 让中国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戴上毛主席像章 也是个试探 试探什么 看看大家的反应 这里面我觉得 我们不能够 我觉得大家要发声 必须发声 必须反抗 否则的话这件事情就 我也希望 其他的自媒体能够 能够调动起来支持大家 支持这件事就是 这个支持国内的家长 去反映这件事情 所以 今天我就大体上说一下 另外呢 我也答应了 我们要做一个会员直播 所以呢我今天呢还会 把这个会员的直播 提大家提的问题我我先回答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讨论好吗这样公平一点 那么 鸣谢 许礼谢谢刘温谢谢六六大顺 麦珠谢谢 Patreon会员提问请问王老师 对一名成绩不拔尖又不善交际的理工科大学生来说 是努力学习避免受到他人打扰打扰更重要 还是尽量抽空与他人搞好关系 更重要 如果两者可以兼得 王老师可以提供一些建议吗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在中国人的印象当中就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就不善交际 这有一点自我暗示 我觉得 这个里面没有必然的关系这是第1个 第2个 请不要 请不要把自己 设为一个某个受到局限的 这种 放到那个范围之内去 这是第1个 第2个 搞好人际关系 搞好人际关系这件事情 不是一个 理工科大学生 仅仅是理工科大学生要做的事情 和其他人 相处 很好的相处 和谐的相处 或者甚至是有 有创造性有积极的相处 是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没办法和其他人相处你的未来的人生会有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你应该拿出时间来 认真地去 和其他人相处这个非常重要 但当然你说这两点 这个好好的学习这件事情重要吗当然也重要 这并不矛盾 时间就像 就像海面 挤一挤还是有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你要认真的重视这个问题 Patreon会员提问,王老师你好,你能谈谈国内互联网 内容审查的发展 和就业前景吗 我不觉得你值得做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可耻的行业 所以 我不觉得他有什么前景 Patreon会员问,近期灭霸,一个接着一个所谓的整治行动 大陆网友 大陆朋友圈充斥的各种歇斯底里的言论 特别是针对奥运会的言论,输了就各种夸张的渲染裁判 或主办方不公平 赢了就各种自我牛逼 激进嘲讽 嘲笑对方和对方的国家,还有朋友圈中部分 律师和清华大学的教授 转发带明显仇恨评论的文章 以上种种 给人感觉整个大陆充斥着歇斯底里的非理性民粹主义思想 思潮 请问王老师,大陆照着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 很有可能被裹挟着奔向希特勒的 法西斯的状态吗 特别是社会上充斥的这种情绪 和最高统治之间的相互利用 第1个 是有这种情 有这种现象 有这种现象 但是我没有看到你说的这么严重 就说已经歇斯底里到了一个 思潮的这种程度 我还没有看到 当然你说的这个 冷嘲热讽啊,各种带风向啊,我是看到 但是你说有那么严重吗 我觉得 大部分 一个五毛 五毛在中间兴风作浪 不一定是中国网友的想法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我们在面对 你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有一点防备心态 就说你别误导的以为全中国人都这么想的 不是这样 其实不是这样 这里面有一大块是五毛的功劳 这是第1个,第2个 也有一些人 我举个例子 就是 就是抽烟的问题 大家知道啊,反对抽烟的人 都很 都很积极地表达我的意见 说我反对抽烟 但是呢,抽烟的人就不敢说话 抽烟的人不敢 所以你可以在 在这个舆论层面,你只会听到反对抽烟的这种言论 你看不到有人说我抽烟,我有权利抽烟 我只要不影响你,我就可以抽烟 这个言论你听不到 完全听不到 道理就是一样 就是说 一般来说,你看到有人发言,他通常的言论或者是观点都是比较激进 他激进 他的言论才会跑出来 所以 情形未必有这么严重,这是第1个,第2个 中间有一大堆的带风向 所以 不能以此作为判断依据 提问王先生,这段时间 国内对教配行业的打击以及对初中生 进入技校和职业高中的鼓励,会不会出现中国人的学历倒退 进而让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拔 失去上升的动力 我不觉得你说的这个 前面的这个跟后面这个有关联 教培行业的打击和 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我看不到他们的因果关系 情况与提问 以色列德国等一些国家已经宣布实施第3剂 疫苗接种计划,而英国也会在下个月开始为脆弱群组 打加强针 而世贸要求各国暂缓 接种加强针,因为这样做将使得其他 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减少 低收入国家减少 至少10%的人口接种数 我觉得两边都对,请教王老师的意见 我没意见 我不懂 听政府的 我在这里,我在美国,我就听美国政府的 政府怎么安排 州政府 CDC怎么安排,我就听他,因为我不懂,我没有这样的 判断这件事情的 知识 我不够,所以我还是听政府,听专家的 专家现在也得小心 各种专家都跑出来 讲一堆你判断不了的话,所以我 外面的专家我全部都不听,我都不看 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判断的条件 我劝大家也是这样,就是 如果你判断不了,你就不用去听信任何一方 你现在还有一大堆反对 反对打疫苗,讲疫苗里面的阴谋的 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 我不听 那么 提问,中国最近对美国的病毒溯源调查的舆论反击战,愈演愈烈 其中一个桥段是拿鲍威尔的洗衣粉说事 看来报告出来,不论结果怎么样,中国都是要抵赖的,王老师怎么看 一步一步看吧,我们这个时候不要下结论,也不要猜测吧 跟着走吧 就是每一步我们看着他往前走 我们只说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就说这个阶段的事 我们不要说下个阶段的事,因为下个阶段东西还没出来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觉得 他会怎么样,不要猜 我不想猜,我觉得没有意义嘛,我们有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 提问,这个问题也许涉及王先生的隐私 如果不方便可以跳过 国内很多看王先生节目的人或多或少都考虑过 或者正在考虑移民的问题 王先生当年离开香港,在国家选择时直接确定为美国 还是进行了各个国家的比较,什么原因 确定为美国,目前移民美国有什么条件 有什么途径条件 这个问题,好问题 第1个 移民 是寻找一个新的生活平台 他关系到自己 关系到你的未来的生活 也关系到你的子女后代 所以 你应该寻找一个有强大发展的平台 或者是 有更先进的文明 这样的话你可以获得一个发展的机会 或者是有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没什么特别 比较,对我来说就没什么特别的比较 因为我偶尔的机会,因为我离开了原来的单位 那么我就出门旅行,旅行其中一个国家就是美国,我不仅仅来了美国,我去了,也去了其他国家 比如日本啊其他欧 欧洲啊等等我都去了 那我正好在这里,在这里呢我觉得挺好,我就决定在这待着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当然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个媒体人 那么我需要一个 有更大的自由度的,言论自由度的一个国家 所以基本上 这两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家庭的话 你还要考虑孩子的问题 孩子 教育啊等等 这些你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 考虑做一个选择 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最最重要的是你要搞清楚你自己的vision是什么 然后再找一个移民公司 去帮助你去 帮助你回答你的问题,而不是你自己在那想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数业有专攻 找专业人士帮忙 请问王老师好,在加拿大一年多 发现我 我太太还是有困难融入这里的社会 例如不习惯陌生人的寒暄问暖 而且花大把时间猜测 大家背后的心思或者目的 在工作上也是开启职场战斗模式 总觉得他的同事在耍心机有小动作 但在我看来就是他同事比较自大而已 构不成威胁,请问王老师这算是大陆呆久的 PTSD吗 试着跟他沟通,让他 转念很难 但他既不相信人性本善,也不相信 人真的 人会真心对你好 我是觉得你到加拿大也好,到美国也好,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也好 融入这个社会不是一个要求 很多人认为啊我到了美国我就要融入这个社会 你在中国你不融入这个社会,你死路一条,但是在 在美国在加拿大不是的 我谁都不理都没关系 为什么 这个国家就是让你这样可以这样生活,你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这是你的自由 这是第一条 所以 很多人觉得移民要融入这个社会,我没有觉得必须融入这个社会 你碰见了,你比如说我今天,我们上次 朋友聚餐,我们去参加 认识了一个我们旁边的邻居,然后他今天就包饺子,我们去跑他们家吃饺子 这就是发生了的事情,就发生了 没有发生,我还非得一个个敲门去认识他们 没必要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 大家不要被融入这个社会绑架 按照你自己想要的方式,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是第1个 第2个 来自中国大陆 当然这个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人心险恶 那么 坑你的人比较多,所以你防备心态,这个战斗格 有这种战斗格 这个一下两下改不掉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说服他 让环境去教育他 他慢慢的他会发现 所以 怎么说呢 不用去生去生生的把这个掰过来,掰不过来 生活体验慢慢他就会知道 善是什么 善会改变所有的东西 他碰到了别人对他的善意 慢慢他会知道 他不是傻瓜,没有人比谁傻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没必要这么 说 你也没必要这么烦恼,没有这回事,就这么样就这么样没关系 就是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这很重要 这就是自己的权利 所以 他不相信,他慢慢的会知道别人有没有真心对他好 这个 不难过的 好不好 所以不用 不用 怎么说呢,不用去焦虑这些事情 我在这里我就没有,我不焦虑这些事情 我他也没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别人对你好,你看不出来吗 看得出来吗,我们 前阵子有个朋友 那真的是 周末陪我们去看演出,陪我们去这里,带我们去看这里,去那里 看那里 那真的是非常 这个看不出来吗 他又对你无所求,为你做这些事情 不就是对你好吗,还有别的吗 这个看不出来吗 慢慢的都会知道,人心都是肉胀 对吗 这不用担心,这都慢慢的时间会改变一切 问题王老师好,近期观看您一年多以前会员视频,感叹 您长久以来都能保持冷静和理性分析 我是一个在墙内接受16年教育的90后 墙外仅仅两年多的研究生教育和社会环境,使我的思想 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尽管基于常识的判断让我 能尽快的认清和接受现实 从而调整认知 但每每看到如今逐步恶化的墙内舆论和消息 常常使我思想上很容易情绪化 结合自身的教育家庭和社会经历逐步让极端 和非理性的思维占上风 我想请教您如何在当下的 当下的环境中保持冷静的分析 而尽可能的避免情绪化 那么和极端的想法判断 那么 今天我在我们朋友家吃饺子 喝点小酒 他们家还有茅台,茅台喝点茅台 酒喝大了 然后网友就问 朋友问我 他说 他说你怎么怎么去处理 处理这些价值观的问题 我说我的价值观的问题没有别的呀,我的价值观就是普世的价值观 没有别的 就是普世的价值观 就是什么,就是良善 我们解决,我们解决世间的问题都是靠着一样 就是普世的价值观 所以 怎么样去让自己冷静,那跟什么有关,跟价值观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 跟我们的生活态度有关系 需要改变的是生活的态度 我们来自一个高压锅 然后我们的心态都比较焦虑 我们做事情比较着急,为什么,因为老看着别人挣大钱 我心里不平衡 今天老赵家又买新车了,老李家又买新房了,我这啥都没有 急得要命 大家心态不平和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压力 那么如果 如果我们 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负面的消息 负面的消息,正面的消息都会有,每天都会有无数的各种各样的消息 我们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接受不同的消息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 用普世的价值观 用良善的心态 用良善的这种 和 温和的生活态度 面对这个世界就好 更多的还是什么,更多的还是一种坦然吧 大家看我的节目,很多网友可以有的看一两年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我的态度基本上 从J1到现在差不多,有些心态上有一些起伏变化 那特别是碰到一些很激烈的事情 也会触动我的 情绪 但基本上我是用平和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世界,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激动不激动 去改变这些 它还是那样 那你激动它干啥 当然 有些事情我必须激动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办法 就是 如果你自己不改变 或者你自己没办法做到这个平和 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 人嘛 你在这个阶段 就做这个阶段的事情 你没有办法平和 就别 年轻嘛 年轻气盛 我年轻也气盛 我也年轻也很激烈,我年轻的时候也很极端 那你去看一下 我以前的同事 他们对我的描述,我年轻的时候 我像恶魔一样 我对我的同事非常的严厉 当然对我自己也很严厉 我不仅仅是对我的同事 我对我自己更严厉 那年轻的时候会极端 会做很多 很激烈的事情 这年轻就是年轻气盛 我现在不会这样,因为我年纪大 也许有一天你差不多到我这年龄的时候 你也可以平和下来 所以 不能够觉得 我们人生不是说 不是说你每次都选择一个最好的方案,你这个人生才是完美的,不是的 人生可能你会选择一些没那么好的方案 但是这个方案可能更有趣 更有意思 可能方案没那么好,我经常讲过这个问题 比如说你像我,我当年要是留在北京,我没去深圳 我去离开我 我在的那家媒体公司 我直接去做投行 那可能我的人生可能会,我会更有钱 但是我觉得没那么有趣,我可能去深圳 搞一个这样的项目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的人生更有趣,更有意思 所以 不是最优方案才是最有价值的方案 所以没关系,我们 我们这个 百花齐放 岔子烟红的世界 总是让我们犯点错误嘛,犯点错误就犯点错误嘛 我是这么觉得 提问王先生的理论是非常精辟的,大部分的人都能 都搞不懂,最近几个月来 中共那么多蠢招 根本都是灰尖自宫的做法,但习总 习总加速师仍然乐此不疲 但若如王先生解释,一切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巩固习的权力核心 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停滞 根本不在当权者考虑的 决策考量中 但是这样的高压统治跟素质集权真的可以持久吗 高压统治和素质集权 是两个因素 决定一个政权持不持久,能不能持久 有很多因素 所以 你不能拿一个,两个因素 让我去判断 这个件事情对这个政权的 影响有多大 这个没办法判断 我还是那句话 中共比大家想象的要强大 所以没那么容易垮台 我们不能够只讲 数字集权跟高压,还有很多的因素 好吗 观点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无差别打压互联网企业 我认为主要意图和当年普京 消灭俄罗斯寡头 消除其影响,强化自己长期执政目的是相同的 叶利钦市场改革期间,俄罗斯在一些重点领域形成了多个金融寡头 俄罗斯寡头利用手中的财富干涉 国家政治进程,利用手中控制的媒体 对政府施加影响 普京一改过去,叶利钦对寡头依靠甚至迁就的态度 采取积极行动,依法消除寡头的政治影响 摘制中国社会科学网 这应该是国内官方对俄罗斯金融寡头的观点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为什么 中国跟俄罗斯当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俄罗斯当时是民主化改革 民主化改革,普京 采取的这种手段是一个独裁的手段 他对付俄罗斯的寡头 俄罗斯的寡头是怎么形成的 它是一个进程,它是一个过程发展 和中国现在的互联网企业完全不是一回事情,所以 我不觉得 我不认为 习近平的对互联网企业的打压 和俄罗斯打击金融寡头有共性,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从行为本身到意图 都不一样 王老师 朋友最近家里出状况 他问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 面对无常人生,他知道要过好每一天 但什么叫过好每一天呢?我不知道怎么答他 请问 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网友答 人生遗憾的很多 过好每一天就是减少遗憾 我看过一部电影,电影中有一段对白如下,大家分享一下 去问问养老院的老人吧,问他对人生最后的 后悔是什么 他们会告诉你 会让他们后悔的是 通常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只有少部分人 后悔曾经做错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过好每一天就是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好好去做 不要怕 不要怕错 不要怕难 就如同王先生常说的,做最好的自己就是过好每一天 打得非常好 完美 完美的答案 我相信 人生在不同的阶段 对过好每一天都有不同的 不同的定义 对年轻人来说 那刚才这个网友说 不留遗憾的做每一天,想做 就尽快的去做 完成它 不怕错 去尝试 这是过好每一天,年轻人可能会这么想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我会更多的想 想的是过好每一天就是 把我每天的工作做好 把我的责任完成好 把我的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 想到的事情去完成它 这就是我 我过好每一天的 内容 所以每一个不同的人生阶段 不同的处境 不同的心态 都有不同的 要求 或者不同的取向 过好每天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什么,这句话我在 我再给我女儿的 给我女儿 周岁还是,我忘记了什么时候的 我有段话 这段话 我能找,等我一下 我找了你给他听 然后 kob同这些 咱们 咱们 他们 其他事 没找到,没找到,我也想找给大家听,我看看我的手机里有没有 看看我的手机里有没有 没有 大概是什么意思?我大概的跟大家讲 就是不要辜负自己的天赋 上天给我每个人 一个独特的天赋 不管是什么 也许你很聪明 也许你很执着 也许你很坚韧 也许你很 很活泼 等等,上天给每个人都有 都有自己的天赋 我觉得过好每一天是什么 过好每一天就是 不辜负上天给你的天赋 把你该做的事情就做好他 这就是我觉得 过好每一天的意思 所以 提问,王老师 扬州前市长赵宝娟8月2号 只是辞去市长 扬州市长 但是继续担任扬州市委书记,因为疫情失控的情况下负责 为什么不辞去呢 他还是书记吗?应该不是吧 你确定吗 我印象中他就是撤职,撤掉了他的市长 他还是书记,书记另有其人吧 这个不知道要查一下 提问 提问加情绪 王老师好 国内有很多人,尤其是领导,很喜欢利用别人的方便 感觉还是理所当然,例如某领导听 听说你有个非工作必需的技能 就想利用一下你这个技能来满足他自己的目的 听说你有私家车,让你开车办个事 听说你学历高,让你帮他写个论文 而且这种人利用完了以后,也不会想着给你报酬或者补偿 如果你没做好,反而会责备,甚至考核你,反而 如果你一开始就隐藏自己的方便,反而没啥事 请教王老师 怎么评价这种行为 是因为这种人不懂得尊重吗 有时候很感慨,我看见很多外国人在感谢他人的时候 经常会说I never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国内的人显然缺乏这种意识和态度 领导不仅仅是领导,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 中国人喜欢这样 没有这种感谢的心,感激的心 当然如果你是在问一个职场的问题的话,我会给你个答案就是 不要怕吃亏在职场上 如果你有一些技能 领导也好,其他的人也好 不一定是领导 其他人 请你帮忙 我是你呢,我会很乐意的去帮忙 为什么 帮别的忙其实是给自己 开辟一个新的空间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得上 所以呢如果不是太 付出太大的代价 尽量的去帮助别人 这件事情 我是这么看,我也是这么做的 所以 我经常我的同学会跑到来找我 帮我看稿子,我就帮他看稿子,甚至有的时候 晚上11点钟帮他给稿子,我都做过 我都做过这样的事情 我最终没有在他那里得到什么优惠 恩惠 或者是回报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人生就是这样 不要怕吃亏 吃亏是不是服我不知道 但是 你帮助了别人 你对其他人有恩惠 所以 肯定 比 其他你把人给得罪了要抢得多,人生 人生何处不相逢 你说什么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就 特别是年轻人不要太计较这件事情 你说呢 王老师你提到中国不会打台湾,因为战争可能会导致中共政权灭亡 但中国几十年前实力远不如现在 参加朝鲜战争与美国对战 政权没有因此垮台,如何理解?好问题,非常好的问题 第一 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有他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环境 那么当然那一仗打下来 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中国的背后是谁?中国的背后是苏联 所以 虽然你说跟美国对战,其实是跟联合国军对战 那么政权没有垮台,政权没有垮台的原因是什么? 政权没有垮台的是中国内战刚刚结束 所以实际上他还是处于 中国内战刚刚结束 他还是处于一个动员状态 所以 一方面有苏联的因素吧,另外一方面也是中国处于一个战争 战争的机制状态 就是 本质上来说,中国当时还是处于动员状态 战争动员状态,因为还在打仗 所以那个时候跟现在 不能够比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进城了吗 进城了就开始 这个 换装备 换装备 不一样 好吧 有一个疑问,始终营绕在我心里 习近平谋求连任是不是因为客观条件不成熟 也就是党内没有合格的接班人,梯队和候选人 和苏共一样,中共的领导人 领导人一代不如一代 是无法通过刻意培养来解决的 到头来只能是矮子里面选将军 现在连这个客观可能性都显得微小 能不能这样理解 习的连任有其客观 有其主观愿意推动,也有客观后继乏人的背景 网友答 我觉得是的 但是客观因素有很多 缺乏接班人是更刺一级的客观因素 我认为更主要的是客观 环境因素,是因为在此之前的反腐斗争中 迫使 迫使他不得不走这一步死期 仇促满志,上来撸起袖子一顿斗 斗得太狠,下不来台 索性 索性干脆不下台 历史的斗争由人的主观决定 和客观因素同时推动 文革一代的他对客观环境 判断是有误的 是有认知障碍,他根本没有认识清楚 认为领导一代不如一代,这是系统和客观 和政治体制孕育的恶果 他是基于错误和利己的判断,进而被客观环境逼向绝路 他是逆着世界潮流而走 他很难在这个体系中找到他满意的接班人 我当然不同意 为什么 习近平都能当领导人,还有比他差 还有什么说找不到接班人的问题 独裁者都认为他找不到接班人 他其实是不想交班而已 所以我不同意,为什么 你想一下 领导越大越容易做 领导越大 级别越高 越容易干 在中国讲的是中国 在美国不是这样 在中国就是这样 你越大的领导 就工作越容易干 领导越小 工作越难干 所以 怎么会没有接班人 一代不如一代是选择的结果 不是说人越来越差,不是的 人是越来越强,怎么会越来越差 人是越来越强,为什么 生活环境,教育程度,大家历练,大家经历都越来越强 这个没有疑问 结果是选择越来越差,你看到一代不如一代,原因是什么,原因不是人差了 是选择越来越差 不存在 不存在找不到接班人,这太扯了 没有这回事 提问为什么不考英语 为什么不考英语学习思想会先在上海试点 还有这会普及全国吗 不考英语这件事情肯定是全国会普及的 上海只是示范一下 观点,英语 英文越早学习越有优势,为什么现在这么反制 说明了就是不想让年轻人接触外部的世界 观点 英语教育是对穷人家庭最有价值的知识 如果不考 教育资源不发达的地区就根本不会教 城墙差距会进一步拉大 二 学英语越早越好,越早 耳朵会得到足够的训练,初中以后学英语 孩子的耳朵会变得分辨不出 发音的区别,因为中文里面没有的发音 情况,藏族小学生已经讲不好复杂一点的藏语了 书写更是一塌糊涂 现在藏族家长想小孩学好母语 竟然只能偷偷的周末去 茶馆咖啡馆找老师补课 我朋友在拉萨开咖啡厅 情绪,还好我从上海移民到了洛杉矶 我的孩子可以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 学习成长 我看我同学特别焦虑,他们的孩子学习压力特别大 而这次英语考试的改革改变 我看他们变得更焦虑 甚至有些迷茫 情况 中国移民管理局 边防检查管理司司长 刘海涛8月4号宣布 严格限制非紧急非必要的人员跨境流动 凡非必要非紧急出境,占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境证件 这个已经说过了 观点,中国不准人民办护照 然后要求美国取消中国党员入美的签证限制 这很中国 是这样 观点,不考试 学校课程可能会被其他课程占领 想自学教培毁灭 外文书禁止 堵得严严实实的 非常对 观点,英文对中国人很重要 中国的官员出台各种不合理 教育政策纯粹是为讨好皇帝 死磕西方 至于老百姓的孩子的未来,我表示非常忧虑 观点 教改的原因是无所不用积极的复合领导 是胡作非为 无底线 二 第二语言是第二种思维方式,这无非是去差异化反改革 非常对 观点,这么看来深圳要超过上海了 英文也不给学 教培也捏得死死了,说明上海的领导又红又专,非常反制 房价估计要跌 深圳也会 这个不是上海 全中国都得取消 观点,习近平确认了共产党只需要认字的基层劳工 只有指定人群才能成为有限度的知识分子 情绪,感觉上这不像让孩子依其个性 个人特质来发展教育 比较像工厂里大量生产 品管流程,把人当物品对待 观点 所谓不考不等于不学的观点,这正是上级要做的试探 所以 轻轻的开始 温水煮青蛙正是从 室温 水开,室温水开始的 观点 中国的教育政策和外国最大的区别是领导的意志 不用社会讨论,会有很大的后遗症 后遗症 就是我刚才说的 要么是家长,要么是孩子,要么是社会,总是会有人付出代价 观点 中国的教育负担源头是户籍政策 公立小学要抽签排队 中学 教育严重不足 每次听到大陆同事在讨论抽不到小学 就感到荒唐至极 连教育权力都无法平等 大国崛起简直是笑话 制度不更改都是假衰,非常对 非常对,不改变制度都是假衰 情绪上海作为全国最重视教育的城市之一 我真的深有感慨 小学时候老师让我们在课外学新概念和见桥英语 初中的时候让我们看英文原著,让我们去外文书店买英文读本 到了高中尤其是高三 英文老师会选托福雅思的阅读文章给我们做题 离开高中后的近10年 看英语从弱化高考地位变成一年考三次 再到现在小学都取消英语 真的很唏嘘 请问王老师你好我在国内,现在有机会可以通过优才计划 到香港定居工作 您认为现在去香港定居还是个好的选择吗 想去海外 但目前没有太好的方法,所以想先到香港让孩子接受教育 又担心香港已经不是以前的香港 不知道是应该在国内等着申请海外移民 还是抓紧机会去香港再做下一步打算 想听听您的看法 老实讲呢 你要去香港也好,要去海外也好 就不是仅仅的是一个工作的问题 很多因素 你的资金状况 你的海外,你的专业 你的准备的情况等等,有很多的因素 所以呢我不可能就你讲的这么简单的 几段话我就可以给你一个建议,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我也不敢乱讲 我觉得是这样 有两点你要记住 第1个 你要做一个判断 之前你要想清楚什么呢 你做这件事情,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先想清楚,你愿不愿意付出这些代价 这是第1个,第2个 如果你是个家庭区 你要 要优先考虑孩子 就这两个 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两个问题 第1个 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你把这个想清楚 你如果连代价你都没想清楚的话 你会后悔的 没有一件事情,你搬一块石头你就付出代价 何况移民这么大 你的代价你愿不愿意?愿意,好,你把这件事想好,还有一个就是,假如你是一个家庭 先把孩子安排好 如果是考虑孩子的话,我觉得你最好是一次性就好了 别等等等等 小孩子像一个树,像小树苗 找一个阳光雨露非常好的地方 种下去 不要把 挪来挪去,树最怕什么,最怕挪 情况,教培行业疯了 半夜2点打电话到手机上推销大专课程 给我这个退了休的老大学生 封锁了幼小中的教培,只好另一批心境走大专人群 好吧 卖房子也疯了 你怎么办 情绪,一胎化实施30年,牺牲了多少婴幼儿 多少家庭破碎 说开放就开放,学英语这件事情差点成为全民运动 说取消就取消 建国70年,看着郑州被军管的隧道 拖出车窗贴着黑布的双截 巴士 令人心都碎 他们一直就是这样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鸣谢VV,观点,小学学英语肯定是非常有用 不管是对个人还对整个社会 第一,英语是国际社会的通用语言,很多技术科技的文章都在英语社区 高质量的资料,这个设计面非常广 几乎所有的科技技术领域 第二 双语环境对小孩的发育,大脑发育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我小孩在国外出生,刚出生的时候儿童医生嘱咐我们和太太 在家中和小孩说中文,因为有医学研究证明 双语环境对小孩的大脑发育有好处 是吗 提问,我看到今天的话题突然想起以前说 以前说的 读书无用,还有达到臭老酒 这是另外一种回到文革的现象吗 看怎么定义文革吧 情绪,英语给我这个出生于中国内陆不发达地区的人 带来了真实的信息和独立思考的可能性 对中共国的人来说 他不仅仅是一种语言 更是反抗洗脑的工具,否则 吃着观音土还想着解放全人类的噩梦 还会发生 观点 中共种种荒唐政策,说一千到一万 根本原因是在于中共不是民选的政府 中共不代表民众的利益,中共的根本目标 和利益在于中共高层的权利 和经济利益 提问 教培行业团灭可以因为可控 但是国际学校基本上不属于国家用,他怎么去管控呢 唯一采用的就是不让你开 在中国大城市 现在有那么大数量的国际学校 学生数量惊人,一旦关停这些体制外的学生将怎么办 肯定是要关掉的 肯定是要关掉的 你看那个 1月份的那个民办教育什么促进法 里面就规定的很清楚 所以这些国际学校肯定会关闭的 所以大家 做好准备吧 怎么办的问题 怎么办的问题 上千万的教培师生师资 他马上失业他都不管 人家管你这学校 体制外的学生怎么办,自己找学校 没有别的,他不管 共产党什么时候管过你 对吗 观点,同意王老师,美国加拿大很自由 在美国生活几十年和小区邻居不熟,很正常,这才说明社会 观点,想融入新的社会环境 基督召会应该是一个路径 透过对圣经的理解 我觉得 我们不要在这传教好吗 观点,非常同意王老师,关于融入外国社会的理解 你不一定非得吃中餐 当然你也不一定非得吃西餐 经济全球化让世界早就融为一体,一个有才能的人应该让整个世界 成就他的人生 在正确的国家做正确的事,你可以喜欢美国的商业环境 你也可以喜欢日本的文化 你也可以喜欢加拿大新西兰的悠闲生活,你不必强迫自己接受 所生活的国家的全部,非常正确 这就是我们要的 自由 自由是什么 这就是自由 当然 如果你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你会取得更多的成绩 观点,当博弈的一方看到自己败局已定的时候,他所做的不会是 去强化自己的实力 而是反而是急速而且全面的战略收缩 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利益把任何 可能出现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习这种自费武功的做法看似不合理,其实很 很符合loser的心理学,也就是说 他选择了输家 惯用的手法,提前掀桌子,主动全方位的脱钩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通过打击民企 富人、明星 来收割民间财富 二通过打击教培、游戏业、名校 改功效来 加强思想控制 三通过鼓吹中医、母乳教学 白酒咖啡、致癌等降低民众的消费欲望 为将来的苦日子做好心理建设 四通过打击互联网企业来敛财,同时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切断 民众和西方的联系 在习的政权下,中国企业全面国有化 民间全面贫困化,思想全面文革化 整个社会全面北韩化,这是大概率的事件 这个网友讲得很完整 这思维非常 他的这个陈述很完整 同不同意都好 我都觉得 这个网友的这个表达非常的好 观点,取消中小学英语考试 其实是小学没有中学,中学还是要考 是文化自信的突出体现 但把外国人马克思列宁当祖宗,把他们的主义当做指导思想又是什么鬼 观点,CCP为什么刻意有计划的保持 大量的低端人口 开放时候当全世界,当世界工厂的廉价劳工,锁国的时候可以 操作成中 真的红卫兵 红卫兵 低端人口就变成红卫兵 高端人口不当红卫兵吗 你这是歧视吗 歧视高端人口吗,对吗 提问,如何看待政府执行中的层层加码 层层加码的原因是 向上负责 就会层层加码 情况,已经看到很多内地的私校转功校的通知了 情况,跳水运动对眼睛伤害很厉害 国内很多跳水运动员高度近视 因为30%跳水运动员视网膜有问题,视网膜脱落 很多视网膜脱落 观点,最近的一点心得,文明是全人类 共同的价值观 那么可以通过阅读哲学建立信仰 增强审美能力来实现 人活的意义 这是个哲学需要讨论的问题 有可能去看一点哲学入门的书籍,也会有收获,注意 辩证唯物主义只不过是哲学的一个流派,绝不是哲学的终点 哲学是一门不断前进的学科 好,最后一个观点,谢谢王先生,十分赞同 这集关于人生的问题 人生不可能没有必要,每个决定都赢到劲 利益不可能最大化 另外,新移民的朋友学习耐心和等候 从排队开始 如果习惯排队等候,一样会有好心情 生活态度就慢慢的淡定,加油 鸣谢 谢谢 谢谢 向王舍的女儿挥挥手,先问他好,大家看见了吗 有人看见他了吗 他在后面 他在挥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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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 OK